姚晨此次生子一世大走亲民风 与以往明星生子躲媒体的做法不同 不仅跟蹲守的记者送水和食物 经纪人还大派红包 感谢媒体对姚晨的关注 姚晨所处华裔公司昨天透露 等姚晨做完月子完毕后 会很快和粉丝们见面 不会隐退娱乐圈或者休长假 另外由于当年姚晨离婚后身价火速上涨 不少媒体和业内人士都预测 生完孩子的她酬精会持续走高 在华裔安排下旅拍大篇广告的姚晨 凭借亲民个性或许将会接到不少复音广告 然而在7月15日姚晨洗得柜子的同一天 其前夫零消素却疑似 怕被问及于曹西文的感情问题 二度爽约湖北卫视的新剧开播发布会 而遭到电视台的封杀 湖北卫视负责人声称 以后只要有零消素参与的电视剧 我们绝对不买 据悉在湖北卫视独播大剧 《战火中的花蕾》发布会后 卫视电视剧负责人愤然表态 据称惹闹该卫视的原因是 零消素即去年突然以急性肺炎 爽约老八驾到发布会后 又一次临阵放湖北卫视的鸽子 对此零消素发布声明称 自己作为湖北女婿 对湖北卫视封杀很哭叫不得 表示幕后有黑手 想这次恐怕又是被巨星剖车则挑唆的结果 故而湖北卫视封杀我 无益于在做亲者捅仇者快的事啊 当然家乡台被蒙在鼓里 被人利用才对我大打出手 我又岂能怪罪 凤凰视频整理报道